這裏有三個杯 你們有沒有吃開靈芝? 沒有 有沒有聽過人吃靈芝? 其實我們要處理好自己的營養系統 這裏很有趣 我們有三個品牌 這個和這個都在萬寧那些地方買的 這裏是超級靈芝 其實我們三杯水 我們有聽過靈芝包子 靈芝包子也有聽過 整天有聽過 但正確是做什麼 不知道的 其實我們要吸收靈芝裡面的營養 是需要吃它的靈芝包子 是破壁的靈芝包子 破壁的靈芝包子 但很多品牌都說自己是破壁的靈芝包子 但哪一個真的做到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就是你當消費者 尤其是你拿一顆出來就這樣吞 你是完全不會有感受的 但它們其實都貴過我們的超級靈芝 而且我們的超級靈芝 我們都是叫破壁 但我們的破壁是運用一個高速的粉碎法 就是冷凍了它 冷凍了一顆靈芝包子 然後粉碎了它 裡面的包子的粉末 出來了 我們才能人體吸收到的 但這個是我們說的 但怎樣證明到呢 我會做這個測試給你們看 那這個就拿一顆 這個是熱水 冷水 暖水 熱水 熱水來的 對 那我不攪拌它 那你看看我不攪拌它 然後拿這個老字號 這個也是把它攪拌下去 不要攪拌它 你幫我拿一顆好嗎 哎呀 我們就把它攪拌下去 你能否留意到它的水 嗯 它的不同是跟它們有什麼分別 我聞到一股味 立刻溶 自己滲下去 那好了 你看不看到那個 衣服 那個是黑了 是啊 很大一股味已經 就是它溶化得很多 它是溶於水 所以我們人體才能吸收 那你說這個不是不吸收的 但是我不知道吃多少 吸收了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嗯 很快已經沖走了 但是這個 我攪拌都未攪拌 它已經是混合在一起了 那我們那個靈芝的栽種法 這一棵是靈芝 好像夠酷 但是一般是外面的市面 我不知道它們的栽種方法是什麼 而且它們可能栽種的時候 一條木 那你都要想經濟效益 通常的品牌 那它們就用 譬如說一顆菇 就可能種在很多塊木 那它們的營養就分薄了 而且它們的分法是 你想想天氣 空氣 泥土 水分 其實都影響了它的營養 但是我們有6S的保證 就是guarantee 你現在吃的那顆 和我下年吃的那顆 和你家的瓶和我家的瓶 裡面的營養成分都是一樣 那麼我們還會是斷木栽種法 就是一塊木 種一粒菇出來 那所有的營養就給它了 對 還有我們用這個 冷凍高速的粉水法 那不如讓你們嘗試味 好嗎 我聞到一個分別 剛才你開過兩粒 這個 你說你攪了就OK 攪了就OK 但是呢 你試一下味 真的有嗎 你揹一口 你們試過沒有 試過沒有 這個 一定要從最淡開始 那個是最淡的 它們兩個隨便都是淡的 這個好像淡一點 這個好像淡一點 哇 這個正常是 好像在吃 嘩 哈哈 好苦 是不是 那你知道那個 真是很夠料 但是它們真的 你可能有個顏色在那裡 是啊 甚至乎可能它破了壁 可能它還沒破壁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真實 很好啊 那你看到一個不同 下次再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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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